日前有一位小男童疑似物食了水晶宝宝 因此被家属带来高雄长庚的儿童急准就诊 S光片我们可以看到小肠胀大并且疑似有阻塞的情形 因此我们安排了电脑断层 可以看到在小肠的右下腹有一个圆形的异物导致阻塞 因此接下来我们请小儿外科医师帮忙取出了腹中的异物 确认是水晶宝宝以及其他水晶宝宝脏破的残渣 那在取出异物之后小朋友仍然有呕吐及腹胀的情形 再安排了一次S光片发现仍然有尚未取出的水晶宝宝 因此我们安排了第二次开刀 但第二次开刀我们发现腹中还是有一些脏破 无法被取出的水晶宝宝残渣 因此将病人转至于儿童家户病房做进一步处理 在经过生理食言水的灌洗之后 水晶宝宝残渣有顺利盘出体外 因此小朋友也渐渐的恢复食欲以及活动力 顺利的康复出院 洗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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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澡